这个十一,主持人阿秋婷婷特别忙 十令美味要人,两位吃货上演人在冲突 大功高成,做饭去了 奇特好玩的饮食之旅 背这一个大猪筐 惊险自己的美味征途 生活早餐搞,十一特别奉献 寻放十令美味,但您欢度卓尽 小红,快点 烫冠,回家吃饭了 二十个城市,五千个人 如何面对红一个问题 你回家吃饭吗 你回家吃饭吗 我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吗 这不隔日吃隔饭去吗 那平时回家吃饭吗 不回家呀,太艰苦了 吃两钱不容易 我们中央才能玩 对啊 我很幸福的 您是哪儿的 我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我说你回家吃饭了 回家吃饭了 宝贝 其实我现在最常回去吃饭 是跟我弟弟,跟我弟妹 还有我两个很可爱的侄子 我现在四处在漂泊 我很想回家 家对我来说 真的是很可爱 回家吃饭吗 回家吃饭 不吃饭 谁管饭呢 你回家吃饭吗 吓我一笑 我要不回去 你请我去吗 回家吃饭吗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吃啊 你太天洋了是不是啊 宝贝 是不对你特别好啊 好 特别好啊 你最喜欢谁啊 最喜欢他啊 可不可以让他替你一下 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这是妈妈真正的 回来孩子在本京 孩子不回家吃饭 有的回家吃饭 有的不回家吃饭 一个礼拜一次吧 经常回 孩子回家吃饭吗 我自己就不 您今年高瘦了 九十六 孩子都不在这 就我们老林口在这块 安全感 就平时在外面 可能地沟油 不是不是 平时可能在外面 吃的就是在外面 打工的饭 但回家吃呢 就是爱心便当 一回到家以后 你就会觉得 整个人都会放松下来 整个人都会踏实下来 每一个人都应该 每天回家吃饭 因为当一家亲爱的人 围住在一起 感谢上场吃予 我们食物的时候 我们感受到了 自己的幸福 儿子 家里人都挺想你的 希望你早点回来吃饭 妈妈想吃你做的排骨 想吃你做的鸡翅 想吃你做的 所有所有的好吃的 妈 我马上就回来 老婆 过完八月十五 我就回去吃你的手 吃饭 祝福 等着啊 耶 等我忙完了中秋节 这段时间 等我忙完了中秋节 我就回去给你做 你最爱吃的西红炒鸡蛋 还有咱们冬天的鸡鱼 儿子啊 我非常想念你 虽然你常来 但是每次睡觉的时候 我都得想一会儿 我老婆真想回去吃你 做的糖醋藕 希望大家能够 多回家 陪陪自己的父母 然后多回家 吃吃爸爸妈妈做的饭 它一定是世界上 最好吃的饭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你回家吃饭了 早起了 我们回家吃饭了 过节了 您家里都准备了 什么样的好吃的呢 餐桌上会不会有 这么一道美味呢 它又鲜又美 又肥又嫩 人见人爱 绝对是这个季节 必须异常的美味 没错 它就是螃蟹 今秋十月 进入螃蟹捕捞季节 五六百年六七百年 一台多爱一条啊 大闸蟹高肥体壮 吃法究竟有哪些讲究 背里头好像 做的花 花海 海蟹上市 又能吃出什么花样 蟹包都快流油了 敬请收看生活早餐考 今秋特别景物 寻房实力美味 螃蟹回了 俗话说秋风响 蟹脚痒 国庆节前后 上市的螃蟹 就开始多了起来 天下至鲜的美味 唯有着蟹首当其冲 深暗烹饪之道的中国人 在吃蟹上往往习惯 最朴素的方法 清蒸 而精细工具的运用 让品蟹 又似乎多了一些技术含量 寻找食令美味 一说要吃蟹 主持人阿秋 婷婷立马瞪大了眼睛 这可是绝佳的人间美味呀 此刻正是大快朵頤的最佳时机 阿秋自告奋勇 决定去苏州阳城湖走一套 要说这吃蟹 怎么能把这大闸蟹冷落了呢 婷婷也不甘示弱 海螃蟹的吃法更加变换多样 我要味道取胜 两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走 向着美味出发吧 十月的烟台那可真是天高云淡 秋高气爽啊 而位于烟台西边的来州渔港 更是千帆云集 空气飘飘 捕捞海蟹正当其实 为了寻找传说中的野生大缩子蟹 主持人黄婷婷也是不远千里来到这里 这不 婷婷刚一到码头 就被一家小店里传出的喧道声所吸引 这么大个的螃蟹 还活蹦断跳的 大菜刀一起一落 瞬间就被大蟹四块 这么大个的螃蟹 要是做成菜 那可绝对算是真材实料啊 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这个蟹肉是非常的饱满 而且里面这个蟹刀都开始流油了 哇 这想一下东西 这个太好吃了 都流口水了 婷婷 赶紧问问老乡 这是要做什么美味佳肴啊 哎呦 这怎么都给扔到面条锅里去了 这个是把蟹煮熟了 把面放里吗 原来当地人是把这螃蟹 当成了煮面条的铜料 人家做的这是一道家常螃蟹面 我的天呐 这也太爆甜天物了吧 以前嘛 吃海鲜面 里面有那个一个虾 有那么一个贝类 有那么一点点那个海鲜在里面 结果这个这个面 居然是用大螃蟹给剁成块煮的 我觉得啊 这个一定特别的好吃 对啊 这个太舍舍了 好烫 哎呀 别说婷婷了 让我看着都觉得可惜啊 如此肥的一只大螃蟹 一般来说肯定是餐桌的一道主菜啊 结果在这里 竟然成了这锅面条的配料 要么说山东人实在呢 您瞧瞧 这么一大锅香喷喷的螃蟹面 稀里哗啦的往盆里一倒 这就上桌了 哎 你知道这一碗面多少钱吗 说出来吓你一跳 九块钱一碗 天呐 婷婷都听傻了 这也太便宜了 这个价钱 在北京连一份西红柿鸡蛋面都买不到啊 哎 谁让人家这里螃蟹多呢 既然来到了这里 螃蟹又那么多 那咱就撒开了花的吃吧 我觉得啊 咱们这边这个吃饭吃面的方法 跟咱们人一样特厚的 你看 直接拿盆上的 你来一碗 谢谢 感谢这位下面的主持人 谢谢你 要不说东北女孩就是能干的 这一会儿的功夫 人家婷婷就认认真真当起了服务员 来 你一碗 她一碗 刚到烟台 婷婷就找到了这么好吃又便宜的东西 九块钱一碗的螃蟹面 哎呀 我说婷婷你别光在那忙活 这螃蟹面到底啥滋味你也赶紧告诉我们呢 太鲜了 这个不愧是刚苦捞的螃蟹 真的太好吃了 阿秋怎么样 你馋不馋啊 吃不着吧 而阿秋呢 也已经在阳城湖开吃了 大打开 很酸 特别鲜的 今秋十月 大闸蟹长成 高肥黄满 让吃货们欲罢不能 这也是从这入秋开始 全国各大餐馆均推出不同特色的大闸蟹美食来款待八方宾客 不过阿秋来到这阳城湖上才发现 当时大规模的捕捞还没有开始 哎呀呀 真是不敢巧啊 阿秋此行来早了十几天 这大闸蟹最肥的时候竟然还没到呢 怎么办 怎么办呢 阳城湖上的阳蟹状元 于三男可是一个热心人 听说阿秋此行就是为了这大闸蟹来的 这不能让阿秋失望而归啊 于是于三男决定提前从湖里捞几只相对个儿大的 让阿秋尝尝鲜 虽说阿秋吃的这大闸蟹不是最肥的 但却是刚刚从湖里捞上来的 也算是最鲜最嫩的吧 怎么样 趁着热乎劲 咱赶紧解解馋吧 这里头把黄湿掉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胃 有胃 特别脏 是吧 对对对 我听说 民间说法 这胃里头好像 这猪的猪的发海 我们刚才比较成熟的 什么什么 慢着点说 到底是什么扯掉 什么吃掉 螃蟹里的伐海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蟹农于三男告诉阿秋 这伐海其实就是大闸蟹的心脏 相传当年白娘子为了救回许仙 与伐海斗法 最后伐海无处可逃 身穿着僧衣跑进了螃蟹的肚子 变成了这么个小东西 这伐海别看没多大 经常吃大闸蟹的人可都知道 这东西可千万不能吃 吃这大闸蟹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给拿出来才行 可是这螃蟹里的伐海 到底怎么找啊 您看 只要把螃蟹身体掰开 就可以看见一层灰黑色的膜 把这层膜剥开 在螃蟹的黄膏之上 这就是螃蟹的心脏了 听说吃着大闸蟹 讲究还多着呢 到底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还是都问问清楚吧 把那个蟹剥掉 把这个蟹给剥掉 再上来把那个盖子拔开 把它打开 胃冰上的东西也能吃的 就是胃锅不能吃 那这胃它为什么不能吃呢 它因为它进食的时候 都是东西都在里面 脏东西在里头 对 东西都在里面 蟹的腮不能吃 这上好的大闸蟹打开壳 看到它的腮一定是干净雪白的 说明它的生长环境很好 假如发现它的腮又黑又脏 那这只蟹最好您还是别吃了 还有这大闸蟹的胃在盖子里面 也是不能吃的 阿秋听到这里有些不耐烦了 要不是还有这么多注意的地方 我早就把这大闸蟹啃得干干净净了 咱也别那么讲究了 赶紧开吃吧 这黄和这个肉还真不一样 特别鲜 很多人就冲着这个来的 我说人家就吃 吃完这黄 螃蟹就不吃 很多人吃母蟹就冲着这个来的 对不对 赶紧把它吃了 不是这么牛肿 我说阿秋 再怎么馋 咱也得慢着点吃 大闸蟹的味道要慢慢的品 虽说蟹农告诉阿秋 九月底十月初 还没有到大闸蟹最肥美的时候 可阿秋心里也犯嘀咕 吃着的这只大螃蟹 不是挺大个的吗 他一再的央求于三男 带他下壶再抓点螃蟹上来 可是于三男告诉阿秋 抓着大闸蟹可是个危险的活 您看看 这大闸蟹那两只粗壮有力的蟹钳 不熟练的人要是下水捞螃蟹 很容易就被这大大的钳子给夹住 古时候这大闸蟹又叫做夹人虫 想当年壮世八解 带领众多工人在阳城府水域开河治水 与大闸蟹展开了人虫大战 阿秋 说来说去人家就是不让你下水 要是婷婷出海捕捞到了肥肥的大螃蟹 风头可就被人家彻底抢去了 你也赶紧想想办法吧 要说的婷婷在来州的渔村吃完了龙家螃蟹面之后 兴奋地跑去了海边 她也想要跟着船队下海抓蟹 让捞不到大闸蟹的阿秋 彻底摆下阵来 可是到了海边挺不上眼了 海面上停了这上百条的渔船 怎么一个都不出海呀 难道是为了等着我一起 不过说停电 你就别异想天开了 还是赶紧打听打听 怎么回事吧 这位啊 厅长您好 您好 您过来 这我特纳闷啊 这为什么今天不出海呀 今天过得有风不是吧 风我能赶到今天风挺大的 但是今天大概有几季风啊 那有七八季风吧 哎呦太不巧了 今天正好赶上刮大风 渔船都在港内避风 根本无法出海 一听说不能出海 停停心里这个急呀 这不能出海补蟹 岂不是要败给阿秋了吗 看出停停有些遗憾 船长还是答应 带着他来到渔船上 停停心想 咱先上船感受一下 没准待会儿风小了 又能出海了呢 上了船 停停看什么都心想 哎 这是什么呀 船长说 捕螃蟹和这捕鱼不一样 鱼都在水中间 下网不用太深 就可以拉网 而螃蟹都在海底活动 所以呀 这捕蟹的网 比一般的鱼网要粗 也要沉 也更加的结实 船长 我发现这个网可真是够结实的了 我这手那么使劲的这么勒 你看我手都勒变形了 那这网它一点变化都没有 对 现在就是说 这个螃蟹在底 这个网必须要结实 螃蟹难捞 所以网必须要结实 结实所以才能把螃蟹捞上 而且那个螃蟹爪 我记得挺厉害的是吧 对 这也剪不断吧 剪不断 要是像线细的话 就能剪断了 这就是说网粗吧 它剪不断 对于海上的渔民来说 收获的过程是艰辛的 螃蟹 海参 鲍鱼 海胆 这些老百姓 餐桌上的海鲜珍品 绝大多数 都是生活在海底的 要想获取这些宝贝 得有过人的技术 超凡的毅力 还要依靠自然的恩赐 但是对于这里的渔民来说 丰厚的回报 也能让他们暂时 忘掉劳作的心 多多少口 多的时候就是说 五百亿 五百亿 大叔我大概问你一下 我这一看这么多渔船 这总共多少条 我们这里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家一条船 一家一条船多少家呢 我们家一千多家吧 就说这个我看到这些总共有一千多只渔船了 那这个平均每一只渔船多少钱啊 这个平均起来 就像我们这帮口吧 就造价就一百多万 就这船一百多万一条啊 啊 站在这造价一百多万的渔船上 平均的兹兹的兴奋劲又来了 他再一次提出向他出海独蟹的要求 可是海上的风浪还是很大 船长否定了婷婷这个冒险的想法 好吧 婷婷啊 咱们还是安全第一 在这海边等等看吧 虽然无法亲身体验出海捕捞螃蟹的乐趣 可是婷婷不小心 不停的在海边转悠 听说烟台来州的大缩子蟹特别好豆 是出了名的武将出身 咱得赶紧找找 这好豆的大螃蟹到底长什么样啊 找了半天都是一些小个的 一问才知道 这些都是从南方贩运来的 那种个大好豆的当地大缩子蟹到底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天气原因不能出海 所以说挺遗憾的 咱们看不着刚刚从海里捕捞上来的大螃蟹了 不过在毛的旁边有这么一家小店 这车呢 参加的螃蟹都是前两天从海里面捕捞上来的 据说啊 也非常生猛 是吧 是吧 啥时候打上来的呀 昨天 昨天 昨天的还挺新鲜的 昨天 昨天 好家伙 这大螃蟹 个头可真不小 老板介绍 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既威猛又彪悍 还好豆的来周大缩子蟹了 黄婷婷迫不及待的要抓一个看看 哎呦我说婷婷 你可小心哪 被夹到了 那可就惨了 来周大缩子蟹的个头和力量还真不一样 还真是不小 但是传说里的好豆本性是不是夸大其词呢 婷婷这会儿还真是胆大 她非要试试这缩子蟹的真功夫 我想看下他这个大家的 小巧 这个大公螃蟹足有一斤多呢 圆征二目 横着一对硕大无比的大钳子 活脱脱一个准备随时出招的武林高手 婷婷婷 你真的要小心了 这家伙看样子名不虚传 这要是让他夹着我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发现一个特点了 这个螃蟹把他蟹给放开 我发现这个螃蟹 真的对于手很明暗 只要在下面晃一下 他可能就会把钱给伸出来 那我先来试一下 大家保佑我吧 好厉害这只螃蟹 我的天啊 这俩大钳子真的是一个 非常强的公军武器 我现在有点害怕了 他的野心太强了 丁丁只要把手稍稍靠近 这只大公鲜立刻飞快地举起 两个大钳子奋勻还击 看见没有 只要把手伸过来 两只硕大的钳子立刻举了起来 还卡卡作响呢 吓死我了 我觉得我那手啊 离他那钳子就差那么大 在一点毫米的位置 跟凶猛的大缩子蟹 经过了这一番的较量 主持人婷婷是彻底怕了 他再也不敢用手 直接去拿这个危险的大家伙了 这家伙生命力真是够顽强了 看这个呢 就是咱们烟台的大行线 既生猛又有生命力 而且又这么有野性 阿秋怎么样 你们也有吗 阿秋这里别说生性好斗的大螃蟹了 连个小闸蟹人家都不让他下水捞 又可是阿秋 人家不让你下水 你这是 哎呀呀 阿秋竟然不听劝告 背着我们执意 要让老乡带他上湖看一看 你去湖上做什么呀 不会是捞大闸蟹去了吧 我说阿秋 不让你去捞 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的 估计这会儿 阿秋可听不进去任何劝告了 咱们现在谁也别打扰他 我倒是想看看 他能找到啥 这里没有 那里也没有 哎呦 大闸蟹呀 大闸蟹 你们这是躲到哪儿去了 阿秋 你不会是要跳下去捞吧 哎 不行不行 要稳住 哎 好像还真被他抓了一些 哎 让我瞧瞧 嗯 真的还没长大 你还是赶紧给放回去吧 忙活了半天 阿秋终于抓了几只大闸蟹回来 于大哥告诉阿秋 之所以蟹农们养大闸蟹的时候那么的小心 怕惊动他们是有原因的 于三男专门带着阿秋来到阳城湖边上的一个小池塘 他准备捞出一些东西给阿秋看 哎 这可都是一些扭扣大小的小螃蟹呀 像这个是刚刚换的壳的 哎 这个很软 哎 你可以看到了吧 一摸下去那个质感就等于说 呃 外面 罩了一层纸一样啊 而且现在它的那个钳子也没有力气 这叫软壳蟹 其实生活当中呢 用这样的蟹来比喻很多人 就没用啊 软弱无力 啊 没脾气 软壳蟹 原来大闸蟹的灰壳并不能伴随他一生 只有勇敢的连续脱壳而出 才能够让自己更加强大 而老壳脱落 新壳还没有长成的时候 这是大闸蟹生死攸关的时刻 因为刚脱壳的蟹身很容易受到外界的攻击 柔软的蟹身一旦被锋利的东西扎破 就很有可能让他丢了性命 而阿秋去的时候正值9月 阳城湖大闸蟹并没有真正成熟 蟹农还告诉他 成熟的大闸蟹之所以肉质鲜美 除了生长周期长 更重要的是他们和海里的缩子蟹一样 凶猛与好动 只要有时间就不停的锻炼身体 所以说好吃的大闸蟹一定是充满活力的 这时候阿秋有疑问了 那我买着大闸蟹的时候 怎么知道哪个有活力哪个比较蔫呢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鉴别一下呢 蟹农说 当然有了 想要在大闸蟹里找到发育成熟 体格强壮的运动健将 办法特别简单 只要找一块玻璃 再一头放上一盏台灯 就可以看清楚了 您瞧 这身体一般的螃蟹爬到一半 就会停在玻璃上不动了 如果能顺利过关 翻过玻璃 那就说明这个螃蟹肯定是高肥体壮 绝对是大闸蟹里的优质选手啊 办法倒是个好办法 可是阿秋说了 你说我上街买螃蟹 也不能为此带着玻璃和台灯是吧 不现实 这个方法太不实用了 谢农又说了 再简单一点的办法也不是没有 只要拿起大闸蟹的壳 敲一敲这里 看着他的眼睛动不动 如果他的眼睛滴溜溜转个不停 那这只螃蟹 您就可以放心的带回家了 这个时宜 主持人阿秋婷婷特别忙 十令美味要人 两位吃货 上演人在准途 大功告成 做饭去了 奇特好玩的饮食之旅 背这一个大猪筐 精险刺激的美味征途 生活早餐好 十一特别奉献 跟我来 寻放十令美味 但您欢度国庆 阿秋偷偷偷抓蟹 竟然惊动了大闸蟹 平平找到卤菜大师 亮出美味绝招 原汁原味不需要沾任何调料 是大闸蟹的吃法最讲究 还是海蟹的美味最诱人 请继续关注生活早餐告示 今秋特别节目 寻放十令美味 螃蟹肥了 林婷在这山东莱州海边 发现了当地野生了好豆的 大梭子蟹之后 就急着去寻找 吃蟹的特色美味了 当地人除了吃螃蟹面 还有没有更奇特美味的吃法呢 刚刚吃完那个蟹子面 真的觉得特别的满足 不过当地人说 这一块最具传统的做法 并不是蟹子面 而是腌螃蟹 听说这一片有一个大姐 这个旁边腌的是特别的好 咱们过去看看 你好 这一块有位大姐 旁边腌得特别好 是哪位啊 那边有位大姐腌得好 前面坐的那位吗 对 大姐 过去看看 大姐你好 是 听说你那个腌 旁边腌得特别好 是吗 是啊 大姐这一片 腌也不真实的 再这样 那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的手就好吗 我再帮你 我不打 您走过腌做好是吗 不帮我去看看呗 好 不帮我过去吧 好 这个腌藏鞋 多少年的做法了 这个就是 婷婷跟着这位大姐 来到了渔村 小院里这位正在切姜的老人 就是她的婆婆张大娘 人家可是当地烟旁下的高手 大姐你好 听说您这烟旁腌得特别好 过来想领教一下您的手艺 哎呀呀呀呀 反正是平常就是这么 呃 烟旁 是莱州当地极具特色的一道民间美味 就是把吃不了的螃蟹腌起来 平时当咸菜就着馒头吃 啊 我没听错吧 前有螃蟹当配料煮进面条里 现在又有腌螃蟹 就着馒头当咸菜吃 别的地让人稀罕的大螃蟹 怎么在咱山东都成了配角了 张大娘说了 要想腌螃蟹 首先必须挑选活的螃蟹 螃蟹的个头不能太大 中等个头这样便于无味 看这个螃蟹 真的这互相都加在一起了 中间这个汁太大了点吧 婷婷听得是越来越起劲啊 趁着现在螃蟹还活蹦乱跳 咱赶紧做吧 张大娘首先把葱姜切好大块备用 大锅倒满水加入盐 不能少于六勺 然后加入花椒大料 把水烧至沸腾 然后关火倒出晾凉了 再把切好的葱姜放进去 接下来就要请着大螃蟹 入盆洗澡喽 腌螃蟹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每只螃蟹 必须全部进入水中 因为只有让它们喝饱了水 味道才能真正的进入内部 腌好的螃蟹味道才更加浓郁 八个小时过去了 螃蟹腌成了 我说婷婷啊 这可是生螃蟹 到底是什么个滋味 你敢尝吗 螃蟹腌好了 终于可以吃了 哎呀 这可是当地最有名的张大娘腌出来的螃蟹 我相信一定很美味 我先来尝试一块 掰个腿吧 还别说 这婷婷还什么都敢吃 又怎么样 味道如何呀 这个肉汁啊 特别嫩 特别滑 而且你吃这一口 你会觉得它那个花椒和大料的味 都已经进去了 特别的鲜美 不过啊 这个多少对于我来说的 还稍微有点咸 所以大娘可以给我准备了一个当地的 他们家自己做的大馆头 让我一起救这事 谢谢阿姨 不用客气 人家烟螃蟹本来就是当咸菜来吃的 不咸能叫咸菜吗 买人这么一口非常地道的自家的蒸馒头 再来这么一个非常地道的烟蟹 哇 这个味道真的是太独特了 我想这个就应该是最传统的烟蟹味吧 地方独有的特色美食 似乎比饭店的高档菜肴更有滋味 听听你是吃美了 阿秋那边大闸蟹在吃法上 有没有新奇特的发现呢 咱们赶紧去看看 要说这大闸蟹的美味 各地吃法都有不同 要说这最经典的吃法当然就是清蒸了 清蒸大闸蟹的时候一定要将蟹的背部朝下 这样可以防止蟹油流出来 大火蒸12分钟 再闷两三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做法最简单 也能最大限度的保持大闸蟹的原汁原味 这次阿秋在阳城湖上总算吃到了自己亲手捕捞的大麻蟹 您瞧 人家在这船上就可以直接把捞上来的螃蟹蒸着吃了 小女吃的这满头大汗的样子 再好吃咱也得注意吃相啊 婷婷为了让梭子蟹的美味跟天下文明的大闸蟹一笔高下 这回她居然找到了鲁菜大师行时候 要把这肥嫩硕大的梭子蟹做成世间的精品美味 这做螃蟹绝不是只有民间的吃法 还有我们正宗的鲁菜螃蟹 阿秋你就瞧好吧 在尝试完了螃蟹的香煎做法之后 我们终于离开了渔村 离开了太阳的曝晒 来到了阴谈市最大的一家酒楼 在这儿我们找到了一位非常有名气的鲁菜大师 行师傅 让我们尝试一下最正宗最地道的烟台螃蟹的做法 行师傅你好 你好 听说你这个螃蟹做得特别棒 那今天我们展示起来呗 可以啊 那做点什么呢 做了四道菜 最长线的清蒸螃蟹 香拉蟹 酱红草蟹 问斑螃蟹肉 哇你听起来都挺好吃的 那咱们开始吧 烟台是卤菜的发源地之一 而卤菜更离不开海鲜 要说海鲜菜品中最正宗的 就应该算是清蒸梭子蟹了 这道菜其实没什么特别 螃蟹新鲜最关键 尤其是这肥嫩硕大的野生梭子蟹 同样都是清蒸 其鲜美的程度肯定不亚于大闸蟹 蒸螃蟹需要十几分钟 在这空当 邢师傅顺手开始做其他几个菜 葱姜炒蟹 葱姜炒蟹也是卤菜菜系中一道经典的菜肴 首先本地大酥的蟹必须保证鲜活 剔除掉杂鱼部分 切成小块 裹上淀粉 滚油下锅 炸成焦黄色取出 重新爆锅 放入葱姜炒出香味 再把炸好的螃蟹倒入翻炒即可 这款葱姜炒蟹不但味道鲜美 而且色态鲜艳 装盘之后香汁流淌 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啊 接下来是一道香辣蟹 这其实是一个吸纳了四川风味的菜肴 香辣蟹做法同葱姜炒蟹相似 只是在翻炒过程里 添加老干妈辣酱 辣椒 花椒 等川菜调味瓶 这样吃螃蟹不但取出螃蟹的含气 螃蟹的鲜 加上酱的辣 口感更加刺激 备受年轻人的喜爱呀 十几分钟很快过去了 现在最重要的明星清蒸野缩子蟹就要登场了 这红通通的打缩子蟹即使蒸熟了依然怒目原睁 好像在说阿秋你服不服服不服啊 行师傅做完了这三道热菜 最后再来一个本地特色凉菜 温拌螃蟹肉 这可是一道最具烟台特色的菜品啊 首先把黄瓜切成细丝 再把蒸好的大酥的蟹 用勺仔细的掏出金白的蟹肉 加蒜蓉 盐 糖 红辣椒丝 搅拌均匀 这道清凉可口的温拌螃蟹肉就做成了 好吃的来了 四道大菜终于可以上桌了 停停乐的那是嘴都喝不拢了 有了这四道硬菜 阿秋啊 阿秋 你可是真要拜一下朕来咯 在邢大师的推荐下 黄婷婷拿起了一只最大的清蒸缩子鞋 这么大个儿就比我脸都大了 看着就挺肥 这烟台的野生大缩子蟹蒸好之后 什么佐料也不用加 要吃就吃着大自然的圆汁圆味 急不可耐的婷婷拿起大螃蟹甩开腮帮子就开始吃啊 哎呀 婷婷的婷婷就算是最好的美味咱也得有一点美女的矜持和风范吧 可是人家婷婷说了反正吃的也是野生大螃蟹又到了山东的地下 豪爽一把也算是肉香随俗呢 经历了下海虎蟹 品尝了姜片做法以及卤菜大匙的手艺 我真的觉得最最能够代表烟台味的螃蟹就是这一道清蒸蟹了 原汁原味不需要沾任何调料 而且呢每尝一口都有一种大海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鲜 怎么样 好吃吧 要说阿秋下水捞大闸蟹也只能算是清平扁水一丝一丝而已 因为时候味道嘛 临走之前阿秋看蟹农在捆绑螃蟹 于是准备再跟着学生一招 这大闸蟹果然生猛 毫不留情的咬了阿秋一口 好了 那这样吧 我们请小亲示范一下 我跟着学正确的规范的绑螃蟹的方法 阿秋 阿秋 咱们这螃蟹没吃够还被人家翻咬一口 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还是赶紧把它制服了吧 可以 可以 不太好看 打个七十分可以了 真的 婷婷虽然没能顺利出海 但是山东渔民 淳朴的热情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从十月开始 各种时令海鲜纷纷上市 她也想带点回家 把钢学的手艺给家里人展示一番 做一桌海鲜大餐 犒劳一下辛苦了大半年的 爸爸妈妈 带着我 美丽的乡丑 带着乡与我来说的还稍微有点嫌 所以她娘 给哥住回了一个当地的汤家 自己做了大满 就让我一直就认识 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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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一家多万块 好痛啊 我已经蛮欠赏了拿房子的专业资料 从后面这么拿 肯定不会被咬的啊 就是把这东西不能吃 坏事了 就让她捏好 好痛啊 回家吃饭 叫 走 玩 打 gin 回家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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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大媽 回家吃飯了 離開家的日子是你 想起了媽媽傾斜的臉 經歷了多少苦和淚 等待兒女回家還圓 小石頭 回家吃飯吧 二十幾億的一瞬間 已經成了溫暖的那塊 留住了鄉船的故事 想起這酸中帶著香甜 回家吃飯 回家吃飯 不管你離家多麼遠 回家吃飯 回家吃飯 媽媽同志 二十幾萬 回家吃飯了 回家吃飯 回家吃飯 這是麻辣珍珠的呼喚 回家吃飯 回家吃飯 小騰山裔 幾年许日子 會增加他 幸運 我沒唸 anchor 小婷子,我们就应该吃饭了